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消息称 我国突破了西方对中国实施的大口径海里长出原油管道技术的封锁 在2018年12月份 这项技术就在杭州湾海底管道内通过了检测测试 作为我国目前最为复杂海域进行的最为全面的长出原油管道内检测项目 填补了历来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之处 可以说 中石化在多个技术上取得的突破 也促使其逐步走向世界领先地位 纵观近几年中国的发展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此 有不少外国人表示 现在 你只需要过几年来中国就会发现 中国和上一次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中国速度 而此次中石化取得的重大突破便是最好的例子 同时 我们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感受到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造上的能力 因此 就有外国网友在问答网站上提出问题 中国的基础建设能力是否已经超过美国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从中国目前发展趋势来看 这个答案明眼人一看便知 为此 就有些美国人表示 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学习他们那种良好的管理模式 当中国为创造一个更好的国家而努力着 而美国却一味地只关心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 美国人还称我们正在试图倒退煤炭时代 而中国却截然相反 逐渐开发清洁能源 积极对抗污染问题 至少在对世界的贡献上 中国比美国更有责任心 因此 美国在走下坡路的同时 更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合作 或许大家都应该知道 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 向美国提出技术合作时 第一个被拒绝的首先就是中国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自主研发的道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